今天的娱乐有聊,我们先来说说那些让明星爸妈操碎心的熊孩子们。 黎某某的案件让新二代的教育问题再次受到了大家的关注。 而在此之前,著名导演张国立之子张默则一直是仇坏爹妈的典型。 早在2003年,还是学生的张默便因打伤女友童谣而成为了焦点。 2012年初,张默又因为涉嫌吸毒被行政拘留13天。 事发后,张国立曾请求公众和媒体宽容待他, 并且还为他走关系争角色,紧力扭转他的负面形象。 让人不仅感叹,高大如康熙爷也逼不过一个顽劣的亲儿子呀。 再来看看龙之子房祖明,音乐拍戏做导演没有一样是成功的, 倒是情史绯闻一落狂,常年留恋夜变待嫩魔过夜,风流胜过老爸成龙。 顶着新二代的光环,这些熊孩子们的成长中除了关注, 肯定还有许多别人无法体会艰辛。 虽然曾经坑爹坑妈,但只要知错能改,依然天经不换。 不然那个曾经飙车撞人禀报的谢霆锋, 现在也不会是好男人的接触代表了。